國興湘北美國中今年科展利用自然界的酵母菌 來幫助咖啡發酵 發酵後再經過烘焙汁做成咖啡 讓咖啡更添具風味 我們本來是發現30幾種菌 那因為我們不確定有些菌種 它們可能對我們有害有毒 所以我們有先請專業人士 幫我們看過說哪些菌種是可以使用的 那哪些菌種是比較好挑選出來的 我們原本是以1比1來發酵咖啡豆 發現說它味道好像比較酸 然後也比較苦一些 所以說我們改成1比10 然後發酵甜數原本是1天 然後再變2天3天這樣 所以說發現說第三天發酵3天的咖啡豆 它發酵的風味會比較好 國興咖啡產銷班第二班班長 蘇春贤表示透過北美國中的研究 他也願意利用學生培養出來的菌種 以更專業的設備來持續研究 進而能夠研究出更好的菌種 來增加咖啡的風味 我們是做管理的來做一些生產研究 如果它提供的這個菌 可以跟我們做長期的配合 看看在冷凍花校能不能再突破這個風味出來 北美國中校長長文嘉表示 學校推動科展的目的 是可以銜接地方產業共同發展 因此也希望這次的咖啡發酵研究 可以精進國性咖啡的品質 並且希望在地產業再利用研究成果時 能夠回饋學校科學社團 讓北美國中科學社團 可以為地方產業提升來努力 科展的一個目的就是研究發現之後 最終要落實一道生活 所以我們希望說百勝村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人士 他們對於我們這些孩子們 辛苦研出來的菌種 他可以做後續的推廣 未來賣出去有一些的回饋金 他可以贊助我們的科學社 副議長排一拳肯定北美國中 多年來進行科展活動 都是結合地方產業來發展 也期許北美國中能夠再接再利 持續地與地方產業結合 幫助地方產業有更好的發展 記者陳維一 國性香採訪報導